这班公车这么挤 多希望这些人都能挺自己 因为基隆市长谢国良罢免案已经正式成立 中选会公告 联署人名册删掉不合格的之后 有三万六千九百零九人通过门槛 罢免日期就定在十月十三号星期日 而非议员先传出的十月五号 让谢国良至少能安心 过个生日 不敢过 还是要好好的准备好 打好这场选战 摇了摇头 这生日可不好过 本周末也会开始安排 志工持续上街宣传 国民党不管是从立法院党团到党中央 甚至到地方党部 我们会尽全力来动员保住我们的基隆市长谢国良 需要出来投不同意罢免这个选项 而不是支持谢国良在家不投票 依目前的名誉遇贵 我是会胜权 对自己有信心 国民党更强力奥远 统批绿营上下组成罢免国家队 而且毫无正当性 都被拿来作为重选的一种工具 让我觉得此风不可掌 我也希望台湾不要有这样子遏制的 这种罢免的风潮 我们民主进步党其实在罢免这个议题上 一直都没有特别的立场 希望市民朋友大家都善用这份权利 踊跃参与 踊跃讨论 踊跃投票 拆梁对决顾梁 倒数两个月见真章 而新闻侯正伦 张仁科 基隆报导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